嗯,就是今天就是内地公布了他们GDP第三次到GDP的增长达到8.9个part,而这个CPI跟PPI的数据也比预期的来得要好 嗯,短时间之内虚言数据比较好,但是我反而看不对后市看的不是十分之乐观 最主要是现在市场的那个我们叫,呃,细分,可能投资细分可能比之前要弱一点点 呃,最主要是我们看见在上个星期出来的经济数据出的不错,例如就是出口,入口还是顺态增长的数据不错 但是内地的股市反而这个增长不是十分之明显 而最近我们也看见今天早先也出现这个情况,就是出来GDP数据呃,出来的不错 但是市场反而出现一个下跌的增长,而从技术上来说的话 从大概就是9月底呃,上降到现在呃,大概在呃,这个水平大概在3000点以上的水平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,呃,还没有升圈3100块,跟上一次大概就是在呃,9月头的时候的3060多点的水平差不多 所以我们看见3100点是一个很明显的左离挥制 如果后市不能够升圈这个位置,而守在其上的话 我觉得短日之内,反而后市回到的GDP的机会比呃,呃,上,呃,网上突破的机会到 我先去做个小铃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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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吃新铅 我先去做个小铅 再吃新铅